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正在直播的2024年的英格兰公开赛 八进四的一个晋级赛 由特鲁姆普对阵的是中国选手吴亦泽 目前是第五局比赛 前四局双方战成了2比2打平 双方的世界排名还是有着比较大的选输 吴亦泽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40位 而特鲁姆普是现在世界第一 今天吴亦泽的这个状态 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 红球中带的进攻 漂亮 咖啡球空心入带 现在台面还有6颗红 7颗红球83分 红球左侧底带 打进之后直接继续来叫到黑球 哎呀 这球居然出现了失误 还是有点不太应该 看一下会放 在领先48分的情况下 进攻出现中段 嗯 现在 柯姆普直接上车 台面上的这个球形其实也比较复杂 现在红球都在上半台 嗨 呦呦 这桿打得非常漂亮 一桿组合球 黄球来进行限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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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现在厂商的难点呢 还是靠近右侧的边裤的这颗红球的一个处理 成功打进 14 好球 这感打进的同时顺势帮给把这个边裤的红球给退了出来 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上天 21 小特的这个干法还是非常的 这干白球的走位出现的问题啊 红球的进攻也是有着一定的难度 准度确实是非常的可疑不愧是世界准身 25 24 打进咖啡球来叫黄球 来到了最后的一个青彩球的阶段 那么这样的话这局比赛应该是要被小特完成逆转 哎呀这个绿球出现了失误 好歹运气还不错坐上了斯诺克 这杆绿球特鲁木户选择直接来击拼一下准度 没有能够打进 现在台面还有25分 出现了一个逛单没有能够打进 无意则是领先7分的这个优势 有没有能够打进去 这个力度控制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现在双方都在等待对手的一段失误 现在依库来勾 有没有能够打进去吗 有没有能够打进去 无意则是领够打进去 无意的这杆要不要取 强心去打出了一杆进攻 运气还不错 利用咖啡球又坐上了斯诺克 这杆解球难度还是比较大 来看一下小特这杆的一个解球 没有想到弹球直接睡袋 谁是在缺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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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台面上的这个分柱 现在是领先14分台面还有22分 好球 现在是延分的一个状态 打进绿球完成超分 没有问题 这张无疑泽粉球拼一下这个分带的一个进攻 成功打进 黑球不打了